接下来我们介绍Protection它的形容词 我们把这个动词字跟Protect这个字动词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IVE结尾叫Protective 就是有保护的有防护的有保护有保养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Please wear 请你一定要穿戴着wear 这个wear是一个原型动词当开头 这个叫起始句 起始句你会发现它的主词消失不见了 因为主词就是谁 主词就是you 就是各位观众 就是各位听到这句话的对象 这you please wear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you都会被省略掉 动词直接用原型当开头 叫做you please wear 就是please wear有命令 告诫给意见 指令的这种起始句 我们就用原V当作开头 好所以please wear 请各位员工们 你要穿戴着Protective Clothing 一定要穿戴着这种叫做 有保护的有防护的这种closing衣物 and mask 而且一定要戴上有防护的口罩 好这个防护的我们就叫做 Protective Clothing Protective Mask 请穿戴防护衣还有防护的口罩 好那你一定要穿戴上去before 来这个before是我们的连接词 连接第二个句子before you 然后如果把它还原 本来应该是before you enter 在你进到before you enter 那before you enter的chemical chemical是国中单字哦 叫做化学的 chemical chemical是化学的 好所以你正进到这个chemical plant 叫做化学工厂 当你进到化学工厂的时候 you have to wear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protect mask 一定要戴上这个mask 就是口罩 好那各位我们看到 你看前后的主词是同样的人 连接词前面的主词 跟后面的主词同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有连接词的 这一个有连接词的 这一个主词省略掉 动词变成分词 动词主动就变成ing 如果动词是被动状态的就会加上ed 好这叫分词构矩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protect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字根 就是protect叫做保护 当你要告诉别人 这件事情可以保护你远离什么样的伤害 来保护这个动词 他非常喜欢搭配的介系词叫做from 保护某人from 所以protect的受词 保护这个受词能够from远离 那我们知道这个from是介系词 对不对 介系词后面一定会加名词 我ing来给你一个例句 如果我们把刚刚的例句改成是安全帽 还有这些安全的护目镜 他是可以帮助你的 the helmet and the safety goggles can protect the walker 他可以保护这些工作人员from远离 远离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后面加名词from the danger 你后面可以加名词 你也可以from后面加上vng加上getting from getting damaged 就是from gate damage 什么叫做gate damage 就是变成受伤的 所以可以远离变成受伤的状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protect 帮我把它画起来 你可以把它写上这个例句 保护a这个对象能够from远离后面这个名词的伤害 或远离这个动作的伤害 这加ng 好 protect from 接下来我们进到第20个单字叫quantity quantity 简体字把它打回来量量或者是一个分量 这个是念分量的意思哦 好quantity就是一个东西的量 它的复数是字尾去掉y加上ies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去y加上ies 是它的复数perlural的形式 好 那我们看例句production production叫做生产 and engineers叫做工程师 所以production engineers 复数就叫做产品的生产的工程师 产品生产工程师他们正在干嘛 他们正在developing 他们正在研发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个b动词 加上ing叫做现在进行式 它正在develop 正在开发研发 different不同的approach 这个approach叫做方法 它在开发出很多的方法 approach后面字尾是加ies 变成复数好多好多方法 approach是方法 复数加ies 它发展了很多的方法 to produce 为了要去produce 生产出new product 新的产品in large quantity 让它在